常言说,春江水卵压陷枝,可是对人来讲,季节性过敏的朋友最先感受到春天的到来 只不过对他们来讲,青草春花还意味着喷嚏连天,头昏老丈,鼻子不通气 晚上睡不时,如果吃点药,人还会晕乎乎的 有的抗过敏药吃多了以后,心情还不好 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季节性过敏是怎么回事 怎样区别季节性过敏和新冠病毒感染?季节性过敏的人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吗? 应该注意什么?除了吃药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如果你能看到最后,我还要告诉你季节性过敏给你带来的特殊的健康景区 欢迎来到景端一话,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健康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加入我们健康大家庭 我们先说什么是季节性的过敏 有什么症状和新冠病毒感染有什么不同 季节性过敏又叫枯草热 也叫花粉过敏,也叫过敏性鼻炎 我太太以前就有过敏症,不光换季的时候很难受 我们去养猫养狗的美国朋友家里也很麻烦 因为她进去以后就喘不上气 季节性过敏的人对她的症状都很熟悉 眼睛痒,流眼泪,鼻子堵,流鼻涕,打喷涕 有的人来还会咳嗽,哮喘,呼吸困难,胸闷,甚至发地烧 那现在就会有人担心,是不是得了新冠了,怎么区别呢? 一般来讲,发热,咳嗽,呼吸困难 在新冠比较多见一些,而在过敏性鼻炎就比较少见 另外,新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味觉和嗅觉的丧失 这个在过敏性鼻炎也是很少见的 是不是季节性过敏的人更容易得新冠,或者得了新冠以后症状更严重呢? 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因为季节性过敏的人免疫功能本来就有问题 比如过敏性哮喘的病人就比较容易得新冠,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一般的季节性过敏还好一点 当然,有过敏性鼻炎的人也可能感染新冠病毒,甚至发展为新冠肺炎 那么它就应该有更多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 所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把有季节性过敏的人列为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 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些有过敏体质的人接种疫苗会不会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呢?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一定要理解季节性过敏是怎么回事 季节性过敏本身就是一个免疫性疾病 为什么?首先它有一个过敏源 在春天的过敏源主要是花粉、树、青草和杂草 它们在空气中传播,特别是四月份下雨天之后 花草盛开,花粉更是到处都是 如果过敏的人把它们吸到鼻腔 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错误的把这些花粉中的蛋白质当成是一种有害物质 就释放一种抗体免疫球蛋白E 阻挡过敏源 同时刺激呼吸道联膜上的肥大细胞 释放组织胺 这个组织胺和它的各种受体结合 让肢气管、痙攒组织水肿 连夜分泌和产生炎症,就会造成哮喘 也能产生搔痒、鼻联膜水肿、打喷嚏 连夜分泌、咳嗽和持发的炎性反应 这就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 同时还会有头疼疲劳 如果表现在皮肤上 也就是皮肤的搔痒、血管扩张、肿胀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蕁麻疹和湿疹 在严重的过敏反应中 它还会造成低血压、心动过速、平滑肌痉 这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 有这样过敏体质的人 在注射疫苗的时候 就可能有自身的特殊反应 所以在接种疫苗前 如果你已经在吃一些抗过敏的药 你就不要停止 如果你有季节性的过敏和其他注射药物过敏的话 你应该和你的医生仔细讨论 你接种疫苗所需要做的准备 特别是在接种疫苗后 要在医生那里观察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离开 我们之前有关于怎样提高疫苗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视频 欢迎大家参阅 为什么会有人有过敏性毕业? 季节性过敏其实很普遍 在美国大约有610万儿童 2000万成人都有季节性过敏 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当中有季节性过敏的 那么你有季节性过敏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种遗传因素 让肥大细胞更容易被激活 或者不能够分解代谢血液里的组织胺 就容易产生呼吸道过敏 一旦产生了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虽然有很多化学成分参与了过敏反应 这个组织胺是各种各样过敏反应 激性期的一个主要媒介 它起着关键作用 所以有季节性过敏的朋友 首先要注意避免吃下面这五类 含组织胺水平比较高的食物 首先就是酒精 啤酒葡萄酒和香槟酒 其次是发酵过的奶制品 像奶酪酸奶奶油等等 还有发酵过的蔬菜 像泡菜酱菜和酸黄瓜 第三就是熏烤过的腌制过的肉类 香肠火腿等等 都含很高的组织胺 另外就是发酵过的豆类骨类产品 比如说酱油醋 味噌 纳豆 添贝 添贝是一种硬泥的发酵食物 或者是用天然发酵的酸面团做的面包 第五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酱 茄子 菠菜 冷冻的 腌制的或者罐装的沙丁鱼和金枪鱼 另外有季节性过敏的人 应该做下面五件事情 来减少自己的过敏反应 首先是要监控自己所在地区的空气中花粉的含量 这个怎么查呢 有一个网站叫做polland.com 如果你输入你所在地的邮政编码或者城市的名字 它就会给你每天更新的一个报告 另外天气预报频道也提供相应的资讯 告诉你当天空气中呼吸舒服的程度 还给你当天呼吸舒服程度的评分 另外你家里的门口的草坪要保持的很短 在出草的时候 在花园里面干活的时候 都要戴上防尘口罩 其实出门也应该戴口罩 现在新冠流行大家出门都戴口罩 所以出门戴口罩也就不显得很奇怪 第三 家里的窗户要保持封闭状态 空调的过滤器最好是用抗过敏作用的 每天要洗澡洗头洗衣服 把花粉去掉 进房间前一定要脱掉鞋子和在外面穿的衣服 每周都要洗一次床单备照 只要出门回来都要把衣服洗了换了 尽量在烘干机里烘干衣服 不要晒在外面 以免落上花粉 第五 就是每周在家里至少要洗澡一次 出门尽量戴帽子和太阳镜 防止花粉落在头发上和眼镜里面 当然了 更多的人会选择使用一些抗过敏药 这些药大部分都是有抗组织胺作用的 它们能够比较快速的缓解症状 减轻鼻塞、流涕、打喷嚏、眼镜痒等症状 它们的主要副作用就是让人感到恶心呕吐 头晕眼花 有的时候小便困难 它还有一些副作用比较特殊 比如说嗜睡 情绪不稳 坐立不安 甚至意识不清 为什么呢 因为组织胺还是大脑里的一个重要的神经地质 组织胺它能减少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水平 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是一个让我们身体放松 和缓解焦虑的一个重要神经地质 我们专门有期视频讲的就是它 大家可以去参阅 组织胺它还能增加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水平 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通性 组织胺还通过影响神经类分泌 影响到行为、认知、生物节律、能量代谢、体温调节、体液平衡、应急反应和生殖功能 组织胺水平升高还会影响我们的甲装腺功能 说到这里 在有季节性过敏的朋友当中 特别是全血组织胺水平比较高的人 要特别注意自己有没有一些性格上的特征和情绪行为上的问题 比如说有完美主义倾向、增强好胜、控制欲强、永不满足等等 或者有成瘾抑郁强迫行为和内心紧张 为什么呢?因为组织胺是靠血液中一种甲基化反应的代谢和分解 由于遗传的原因 一些参与甲基化的酶功能有缺陷造成甲基化不足 不能够代谢组织胺 这样血液中的组织胺水平比较高 这不仅造成季节性的过敏 还引起神经和内分泌的失调 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造成大脑的血清素多巴胺产生不足 引起抑郁症、强迫症、甚至被害妄想等等 这种病人如果通过抗氧化剂和营养素纠正甲基化不足 不仅能够改善神经、精神和内分泌功能 还能大大缓解和消除季节性的过敏 这就是我说的季节性过敏 背后可能隐藏的健康隐患 其实甲基化不足危害还不至于此 它还影响肝脏解毒、心肌保护、免疫功能和基因复制 很多自闭症、早老性痴呆 都有甲基化不足的问题 怎么样治疗甲基化不足呢?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给我们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端离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